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在5月1號的法國巴黎機場 發生了一群中共特務 在抓捕歐洲反共的中國人士 準備將他們遣返回中共國 而我去年在法國也採訪了一個叫做 王靖雲的反共中國人 這次就是由他帶著法國的記者們 在機場給攔截住了 事後法國警方也介入調查 非常誇張對吧? 而在當時的機場 還直接抓包了有中國大使館人員 劉輝以及中國特務警察等人 強制中國異議人士在機場買機票回中國 而護照也被他們扣在身上 記者他們也揭露 在巴黎的中共秘密據點 就是在什麼小四川酒家 雲南三河石府 那這些他們平時就是對外開放的餐廳對吧? 但他們實際上是中共特務機構 當然也有可能他們一開始開了這間餐館 但之後被中共吸收而加入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畫面 非常的誇張 你們是幹嘛的?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中國是中國大使館人 把我送你去忙給我 這些都是是不是? 這是法國的記者啊 電視台的 歡迎 他們要強制我侵犯回中國 護照在哪裡? 護照被中國大使館人 哪個人拿到你護照? 逮著他?誰拿到你護照? 拿住他報警 哪個拿到你護照? 他 OK 他是護照的圍著 這是法國獨立的 你可以拍照 沒問題 這是法國獨立的 很多人民共產黨的中國 很多人民共產黨的中國 這是法國獨立的 這是法國獨立的 就是 rural人�ulas 我們醜 我們不能追af 我們跟他不 exercises 林LE 越來通駐 私人音樂 叫你跟車子 帽娛邊 他們非常好 阿倫 清 看完这段影片是不是非常夸张 连法国电视台都报道了这件事情 他们在海外没有当地国家的执法权 也没有取得法国政府的同意 就随意带人回中国坐牢 讲白话一点这就是绑架对不对 中国大使馆设入了绑架 中国政府跟小粉红们你们觉得这合法合理吗 即便颠覆国家政权这些东西在你们国家它是犯法 但你们今天在法国的领土上 而你们没有取得法国国家的授权 这就属于绑架这就属于违法 你们都觉得这很正常 而这些异议人士都只是在网路上 或是参加一些实体的反共活动而已 你们搞不搞笑 在法国的领土上犯了颠覆中国国家政权中共政权罪 里面的中共特务还包含了董凤真还有江进士 董凤真他是早年偷渡来法国 申请政治庇护拿到难民身份之后 在法国创立这个投靠中共的协会 而这个江进士他也自称是六四英雄 跟好多这个民运大佬都非常的熟悉 以前还接受过大纪元的采访 但现如今的他和中共大使等人一起在抓捕反共人士 所以到底有多少人才是真正的反共 有多少人是中共特务假装自己被中共迫害 然后到海外把自己包装成是反共的民运人士 但事实上都是小骂大帮忙 还有多少是没有被抓出来的 所以我非常担心美国这一年多来 走线过去偷渡过去的中国人 有多少是带着这样子的任务 有多少是被包装成这样子的 而甚至上在今年的五月 准备出访法国、匈牙利等三个国家 所以我再次强调给那些把中共幻想的 非常天真浪漫的台湾人 远在欧洲的国家都有中共的特务 中共也这样大剌剌的机场抓人跟踪 请问近在咫尺的台湾 怎么会没有中共间谍跟中共的代理人呢 你们有没有动头脑想过啊 今天民众党竟然替国民党挡掉了 民意代表前往中共国 如果你接触到中共的党政军官员之类的 你需要跟我们自己国家申报 民众党直接退回连讨论都不想要讨论 法国的那些中共特务在台湾是谁啊 我还看到有小草呛 那你这个台派政党怎么八年前不做 现在才来做 对啊就像二三十年前你怎么不去读大学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先读完小学国中高中才能读大学呢 所以你知道你自己讲这句话有没有逻辑啊 本来就是寻讯渐进的 你一年内怎么没有做完二十年份的工作 那就是你烂啊是不是 这就是一样的逻辑嘛 当然肯定还有人会说什么 中共特务跟大使抓人到机场买机票回中国 但是事实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强制力啊 他们也没有枪啊还有刀啊对吧 而且是在公共场的之下你可以随时逃走 但为什么这些异议人士会自愿被遣返啊很简单啊 影片里面刚刚不是讲了 他有家人在中国啊 他有一万种让你回中国的方式看他想不想要 有人还被威胁要打断他哥哥的双脚 毁掉他哥哥的繁殖功能的地方啊 所以回到我先前在一些影片有提到的观点 你只要肉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中共想让你回国 或是反吸收你当成中共的间谍 甚至破坏当地国家的民主主导权都是在他而不是在你 而台湾人不属于中共国人 所以台湾人在海外几乎没有遇到 中国反共人是同等的待遇对吧 但如果你跟这些中国艺人士一样 长期做反共的活动例如我 而你主动踏入他们的领土 那你肯定死路一条 先前还有一堆脑破的小粉红跟这个舔共台湾人说 中共看不上我我去中国旅游很安全的啊 笑死人啊 你知道法国机场其中一个被遣返的反共中国人 他在网路上反共的影片点阅率 每部都不到一百人观看耶 这样的人都可以被中共逮捕了 你们真是一群坏逼啊 你们肯定也是知道我过去会被抓 而且你们很想我被抓 所以嘲讽我不敢过去 所以中共看不上我 唉这种爱面子的迹象法就不用了 对不对 就像我说 你小粉红跳岩浆啊 舔共台湾人你跳岩浆啊 岩浆非常安全的岩浆一点事都没有 你还可以在岩浆里面游泳 你又不敢跳岩浆 又抹黑去岩浆里面游泳会死人 所以证实岩浆都是被你们这些反岩浆媒体渲染 其实你一点都不重要 你跳到岩浆 岩浆才懒得理你了 一群坏逼 而最近连一堆韩国艺人团体都开始乳化了 这些放到最后再说 我们知名的台湾舔共艺人张绍涵 前天啊 在江苏的时光演唱会开唱 不过却被摇滚区前排的观众发现 还有一股屎味飘出来呢 而5月1号晚上啊 还一度登上了中国的热搜 许多在前排的观众留言表示啊 嘿 张绍涵啊 边唱歌边拉西啊 随之而来的就是三留言跟屏蔽消息 那还有一堆文章流出来说 他根本没拉西对吧 当然最后证实了 张绍涵当天确实罹患了 急性肠胃炎 所以他忍痛上台唱歌 大家都知道 肠胃炎已经让自己很不好受 你还要用力的唱歌肯定会造成失禁 S噴出来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啦 当然啦 唱完歌马上送去医院急诊 你想一下啊 一个台湾曾经的大咖艺人 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在台上拉西呢 即使他很敬业啦 但真的不好看 我必须在他的事业态度上给他一个赞 但是在他舔共的立场说什么两岸中国人 我的祖国生日快乐这个方面啊 给予严厉的批评 而韩国女子团体ESPA宣布将在7月6号跟7月7号于日本开演唱会 结果被小粉呛 你知道七七是什么吗 七七事变啊 是日本人侵华的重要日子之一啊 你韩国人是啥意思呢 请你们更换演唱会时间 避免伤害我们中国人在日本的感情 搞笑啊 你说今天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演唱会 我都觉得你都还有一丝丝的道理在 但是今天韩国歌手在日本开演唱会管你屁事啊 不仅如此 另外一个韩国女团 F的最新MV歌曲也被小粉呂痛骂 你里面都是在抄袭中国文化啊 使用大量的中国文化啊 里面有什么三水化 中国节 芭蕉扇 秀花鞋 这都是咱中国的 不是你们韩国的 对啊你有病啊 以中国对内以及对外自称为国号国家的 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此之前都是大明大清大唐诸如此类的 而韩国自古以来确实有受到大明跟大宋的影响 而越南也是 包含你们中国 所以你们是有相对应的历史元素在的国家 这都是你们的历史过去 不是你中国特定的 很难理解吗 你说这个歌德式建筑跟文艺复兴建筑 文巴洛克的建筑在欧洲各国基本上都有 请问这是属于哪个国家特定专属的吗 法国有德国有俄罗斯也有 这三个是同个民主同个文化的国家吗 不是嘛 最后啊还有一个南韩团体 在微博上发文写 感谢这个台湾台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就给打上去了 结果被出征呛 你是不是台独啊 你在微博上发你胆子会不会太大啦 中国市场你还要吗 但由于这个限定团的知名度还不是很高 所以啊微博上仅有七个小粉红看到留言 如果是什么高人气团体肯定是文章就直接下架 然后呢发出道歉声明 怎么韩国公司啊坚持一中原则 影片了之后带大家来看一下小粉红的这个精神状况 叫做傻什么梦的B站小粉红 他里面都是发一些什么日本旅游啊 日本动漫啊 还放一个二次元的图片 他发文表示没事啊 Lawson富士山这个商店虽然关了没关系 我已经去过了 祝富士山早日喷发 那另外一个粉红说什么 你看啊 张曼玉年轻的时候存不到多少钱 现在去法国定居了 看他的房间真的是又小又破对吧 而且吃的东西也并不高档 感觉他晚年生活过得挺惨的 在996 007 降环境的粉红 然后休假跟法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嫌日本却在嫌欧美 一逮到机会又想要去这些国家定居 然后给中共当间谍当特务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解说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角小小见的 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